台灣好戲阿母即將上檔 主要演員方文玲 孫淑妹 以及高萌杰 日前一同現身見面會 過去多次演出媽媽角色的方文玲 雖然再次演嗎 但這回的角色比起遺忘 可是大不相同 這個阿布是比較外放的 我說他應該是流氓阿布吧 對 比較樂觀一點的 對 又樂觀 然後又流氓 因為這戲裡面 我常常跟人家打架 為了比如說人家欺負我女兒 或者是他可能 以後跟他對到戲的時候 可能因為男性麻痺會被人家笑 應該會出來替他綁架 然後為了老公 或者是為了整個顧家 我常常就是站出來 不過看看方文玲 保養有道 出道二十多年 外表幾乎沒什麼變 演技阿母也讓其他演員 直呼壓力好大 對啊 文玲姐不像媽媽 因為文玲姐動靈根本 沒有 對啊 超漂亮的媽媽 我要文玲姐聽了妳像媽媽 你怎麼說得出來動畫 另外劇中 飾演方文玲大女兒的孫淑妹 將扮演小媽媽的角色 為家庭付出 而光榮傑則是挑戰演出方文玲 腦性麻痺的小兒子 為了完美詮釋角色 還親自和腦性麻痺的小朋友相處 從中揣摩 演員各個做足功課 也令人期待精細上檔的那一天 環璇樂